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Matter Matter从去年开始把它改名字 从Facebook改到Matter 股价已经差不多跌了一半 这个就是大股东或者是股东 对Facebook、Matter没有什么内心 他们觉得他们要花那么多钱 去转型做Matter 他们不内发 为什么 因为以前朱克伯格为什么要从Facebook 转到Matter 原因就是全球七十个一的人 已经差不多有二十一人 已经是他们的用户 再去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 所以为什么他要说要去做元宇宙 元宇宙又分身要花生 如果他们能做善悲的善意 这个是最理想的 但是可以打个结 可能有机会来做一点几倍 但是元宇宙是要依靠一些很高的IT技术 比如说AR、VR或者是很顺畅的技术 但是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墙地去做这个 所以为什么Facebook改名制到Matter的时候 他投资那么巨大还没找到一个新的盈利锚 不仅仅是他这个科技是这样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说我们要共同富裕 以前我们想很多的增长 现在回到现实 说你要考虑你的盈利 所以为什么古王从七百多块 现在沙调到两百块左右 这个就是一些 以前我们靠想象 今天我们要回归到现实 你说我同不同意巨客 和他们的想法 我非常同意 因为他从零开始到Facebook 做首富 做时代富豪 他精明他是有眼光 但是从Facebook转到Matter 需要多少钱 他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机会是有 但是可能消的钱不是那么短时间 因为一个巨大的一个桥流 或者是一个卷行不是那么简单 尤其是一些很多是概念性的东西 化时空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去 就出一个突破 所以这几年 好可能他也是很艰苦 但是我对朱克伯格 这个人我是有信心的 今天讲的新科技道解离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